张策自秀林,直立湘河县马神庙存人,今属天津市武清区,生于1866年,足于1934年10月8日,祥年68岁。 张策自有席恋家传戳脚二郎权、黑虎权等权术。 十二岁那年,因家庭内部原因离家进京,拜杨氏太极拳传人杨建侯,习练杨氏太极拳十余载,同时又拜齐信殿通币拳张策壮年后,又得齐家门传人王湛春。 京南梁乡北黄新庄人,北黄新庄人。 受通币拳,王湛春大张策十岁左右,感情深厚,故平日旨意师兄弟相称,王张二人相互切磋九仔。 王湛春去世后,张策由巧遇以韩姓老道,受韩道长指点练功致辞。 张策师承众家之长,尽得武术奥妙,通币拳达到登峰造极之境地,成为既经通币又善太极的武术大家。 因张策经常穿每支二十斤重的铁鞋练功,固背武术界誉为必胜铁鞋。 1934年10月11日,北平民生报刊载署名医随的报道,通币专家张秀林之事事,与生前曾与其人喊老道,其仙侠之流于。 本报特刊通币拳专家张策自秀林,相后县人,惊于寄机,初有生育艳照之间,壮年曾从全树民家杨建侯习太极拳,与县人北平国树馆馆长徐玉生为师兄弟,张策北出关外南至齐鲁等处, 宗记所致生育大振,晚年曾与沈阳北平等处社馆授徒, 于是逃离满天下,门人弟子散走四方,论者与张之记忆,均多表示钦佩, 该张之通币拳,以致登峰造极之境,随国树界以多为叹为不及也。 年前,张曾应首都国树界之聘,赴经教授权术, 为及返旧经,在首都时与明家吴建权及楚明义等相处甚德。 至于张复文明于大江南北矣, 今秋张因腐械卧并肾今方皆双栅栏于所, 宴以诊治未见效果,日前并突加剧, 随于八日逝世,国树界中人无不畏之悲痛。 张有子两人,张子殿英,现日一任全树交席言。 张宅宇昨日接丧,其弟子及国树家网调者达四百余人, 文章生前能以首及人,当者无不披靡。 直扑十数帐之外,其徒张汉晨在京设立国树通币研究社, 著有通币权遣诗一书。 于《渊流浅续章》中,于章之世纪颇有数籍, 原文略位通币权为武当宗派, 当初属于家传,知者甚宣,且历代相传,口寿为多。 故发明于何带何人,无可计考。 于有清中叶,由王湛春先生,河北梁乡县北, 黄新庄人,幼儿好学,出拜旧都白云冠以道长为师。 道长盖通币专家也, 宣道长又引王先生之西上某寺, 又刻意道长,为先生曰, 此奴诗书,我因是远游,没有功夫教你。 居此可与你的诗书学意。 十八寒暑,意乃大尽, 通币之庙豁然贯通, 而今人所不及者身体处处练道, 眼中可容止乱角,若无誓言。 脉络能通能闭,胸腐能开能合, 肩能伸能缩, 伸者长一半,缩者是之无。 动力者千金之力,不能以其身, 明巧处,夜中染香鱼炉, 以枪刺去,火灭香不倒。 非炉火纯青者, 怎么能做到这些呢? 道长年龄不可考, 据山中老人云汉姓韩, 山中老人们说这个道长姓韩, 所以人称韩老道, 张秀林先生与王先生为挚友, 先从杨氏学太极拳二十余年, 又从王先生研究通币, 搓磨九仔, 深得王先生三位, 平日以师兄弟相称, 王先生足以清末, 一后两年, 就独有韩君者, 云云等等, 张策与孙露堂, 吴建权, 楚明义, 徐渔生, 济子修等武术大家交往密切, 由于孙露堂感情更好, 张策虽记忆过人, 但对他们总是像对待兄长一样相待, 得到武术界同仁的赞许和敬重。 张策曾于1928年, 与贝张策林, 请到沈阳做保镖, 并交起两个儿子张学明、张学思, 习通币权。 1928年, 黄骨屯事件, 张策虽死后, 张策便到奉天国术馆, 任副馆长。 1931年, 九一八事变后, 回到北京, 在北平国术馆任教。 1933年下, 中央国术馆在南京筹备第二届国术考。 主办者, 承邀张策, 铺南京任副总裁裁判长。 张策到任, 并于考试后, 继留中央国术馆任教, 张策蛮人弟子满天下。 有韩战敖, 周景海, 周学一, 张电华, 康文胜, 智化活尚。 刘子和, 张公干, 李祥云, 刘树毅, 吾书轩, 鲍雍氏, 李兰亭, 刘彦博, 强门云, 吴图南, 刘万春, 张乙谦, 马锡春, 董秀生, 傅甘坤等数十人。 现台湾省永和市中华通币权协会为张策弟子, 河北省湘河县康文胜之子康国梁的门人洪图生所创立。 张策一生博彩仲家之城, 吸索了前人的优秀成果, 把太极权荣于通币之中, 创编了通币太极权, 使自己达到了炉火纯青, 出神入化, 随心所欲的, 无辅高深不可莫测, 是通币武术史上, 距今最近的一座无人可以跨越的高峰。 著名武术家吴图南在他的国术概念中称道, 光绪初有张策者自秀林直立湘河人也, 精通各家权法为人慷慨好逸, 性牵活, 闻臣之名而前往接受教权, 为己臣族去世, 父同师兄王湛春学习, 歇磋琢磨历史九载而济时长。 山西陕西, 燕兆之地, 未有出其佑者, 其平生以刀法罪经, 四方有名士, 眉宇之交指刀壁落地, 而人与谭祭祭, 则已不讳应之, 从未见有得色也。 本人与民国二十二年夏, 诗语先生于首都畅谈刀法之礼, 妙不可言, 恨相见之晚也, 于是由吴剑拳介绍而拜先生之门, 只因时间仓促尽学刀法的应用, 为辖几拳、枪、剑, 至今一击这些, 未尝不五中怅然也。 张策打破封闭保守, 密不适人的门户之规, 广收徒弟, 传授记忆, 德高望重, 被誉为必胜铁鞋, 不愧为武林一代宗师。